你没事吧 英俊我没事 儿子你看那不是参加的保时捷吗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下去看看吧 你慢点 你这人怎么开车的你啊 不好意思啊姑娘 不过在这个地方 你的车速也不应该这么快吧 我开多快关你什么事啊 你吓着我了啊 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三万块钱 还有修车费 两万块钱 还有务工费 三万块钱 加起来是十万块钱 你转账给我 姑娘 哪有你这么讹人的 张口就要十万 讹人 我看你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车吧 这可是最新款的保时捷 撞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啊 妈 姑娘 这十万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身上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 我需要打个电话 让他们给我送过来 哼 这还差不多 那你赶紧的打电话 别耽误我时间 儿子 他这不是明显在讹你吗 你怎么还同意把钱给他了 没事妈 你放心 这个钱他拿不走 交给我吧 没有我老板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呢 没有 那我怎么在路上看到我的车了 老板 我都给您开二多年车了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把车给您送过去 好 我等着你 喂女 电话我已经打过了 钱一会就给你送过来 你可真乐静啊你 行 我再给你几分钟时间 一会我要拿不到钱 就有你好看的 喂 亲爱的 你现在在哪啊 我老板着急要用车 啊 我这车刚才让齐天平车的人给撞了 什么 车被撞了 哎呀你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去 我在这等你啊 你快点来 我男朋友啊 马上就过来了 等他到了 可就不是十万块钱能解决得了的了 至少啊得五十万 五十万美女啊 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你 今天你撞了我的车就得赔钱 哎 咋回事啊 他把车撞了去 他撞到 喂你 张主管 你什么你 孙总 啊 孙总 他官大 你官大呀 哎呀 他就是我老板 这车就是他的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怎么早说呢 张主管 我管不了你女朋友 我还管不了你了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来上班了 家人们 张主管把我的车借给了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把我的车刮坏了 你们认为他们应不应该赔偿 认为他们应该赔偿的 点个小爱心 支持一下 谢谢 谢谢